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手烟 三手烟 不只是害你 害你的家人 害周遭的环境等等等等的 但是呢 还有人在抽 从前没有这方面教育 现在有了 可是呢 还在抽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因为我是推动剧烟的一个义工 老远的人就看到我来了 把烟藏起来 搁到后边了 哦 就怎么样 我就走过去 我说 拜托了 不要藏 你抽你就抽 但是你想着一件事情 抽 抽烟对你自己将来的伤害 你不晓得 我是身临气 十六岁 抽烟 无知 害得我现在肺 功能 差得一塌糊涂 我每天需要靠腹 需要靠排弹 我才能够活 就这样 我每天要吃药 要注意我自己的这个胸腔 朋友 很多的事情不要躲藏 凡是躲藏的事情 都是见不得人的事 都是不该做的事情 更何况 吸毒者 今天我们知道 在监狱里头 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吸毒 贩毒的人 那我更告诉你 在今天的社会 在某些家庭中间 也同样的有 亲爱的朋友 上帝爱你们 上帝关心你们 社会有它一个一定的健康的制度 为了大家的健康 怎么样的能够让自己彻底的改变 人家问 孙叔 你怎么戒烟 我说 简单的很 1984年 我在拍戏 一个镜头完了 把烟拿到嘴里头 刚刚要点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孙悦 你现在吸烟 对你周遭的人有害 你能不能吸 拿下来 放下来 四天之后 彻底戒了 我一点都不想抽了 因为我知道我抽烟 对人家有害 各位亲爱的朋友 好好想想 不要再躲藏了